瓦格納西疑 波蘭憂心重振 她說有意願要把這一場危機 轉化為對她有意的機遇 波蘭和烏克蘭的關係 就會純亡是汗 反俄即先鋒波蘭 擴軍增兵 動作平平 現在炒作任意的事 拉住北約 特別是拉住美國 為它的安全 為它的地區做大 提供支撐 鳳凰聚焦 俄乌戰局 波蘭為何成焦點正在播出 歡迎收看華潤鳳凰聚焦 兵變失敗轉往了白俄羅斯的瓦格納 成了周邊一些北約國家眼中 即將狂飆地猛獸 與白俄羅斯接壤的波蘭聲稱 瓦格納即將入侵 並由此宣布了擴軍 增加軍費和軍購 爭取建立美軍基地 甚至請求美國部署核武器等 一攬子的應對計劃 這究竟是俄乌戰火的 外溢央級鄰國 還是只是波蘭演出的苦情戲 波蘭在俄乌之間 到底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俄白聯盟與北約的全面對抗 大幕是否已經就此拉開 最近 俄乌戰場外 一個中歐大國聚焦了世人的目光 波蘭大張旗鼓地叫囂白俄羅斯在邊境活動 高調宣稱瓦格納入侵危機 甚至快要打翻了與鐵桿盟友 烏克蘭的友誼小船 其中波蘭的用意何在 又有何難言之意 8月1日 白俄羅斯的兩架直升機 進入波方領空 8月7日 白俄在與波蘭的 邊境地區舉行軍演 波蘭不得安寧 而局勢加速升級 要從瓦格納說起 白俄羅斯和波蘭 他們過去就是在冷戰結束後 直接關於相互邊界的一些 化解問題都得到了確認 得到了一個釐清 所以說雙方不存在著領土爭端 瓦格納這個士兵 他在俄烏衝突的這種表現 使得周邊國家對他是 感覺到非常大的安全壓力 認為他存在在哪兒 他在哪兒出現 那個地方可能會出現麻煩 兵變之後 瓦格納背井離鄉 前往俄羅斯忠實的盟國 白俄羅斯安寅扎寨 白俄的鄰居波蘭 是歐盟和北約的成員國 兩國的邊境線長達418公里 7月29日 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發出警告 稱100多名瓦格納雇傭兵 已部署到白俄羅斯 與波蘭邊境 並向蘇瓦烏基走廊移動 曾經名不見經傳的蘇瓦烏基走廊 瞬間成為外界關注的重點地域 蘇瓦烏基走廊是波蘭北部的 一條長110多公里的地帶 那麼它西邊是俄羅斯的 加里寧格勒州 東邊是白俄羅斯 而這條走廊來說的話 還有一個重要意義 就是波蘭和立陶宛之間的 這個邊境線就在這個地區 那麼這條線長期以來 它有一個約定 就是有這個協議規定了 所有的國家在戰時也好 在平時也好 是不可以把它給阻斷的 所以你看現在還繼續成為 俄羅斯向加里寧格勒 運送物資的 運送補給的一個重要生命線 按照波蘭的說法 白俄羅斯和瓦格納 正預謀對波蘭發動混合攻擊 克里米亞維基以後 俄軍使用採取了一種混合戰爭 對戰爭的方式 與西方進行博弈 與北約進行博弈 那麼我們看到 2022年的俄羅斯衝突中 俄羅斯也是用混合戰爭的方法 輿論戰 是吧 心理戰 信息戰 情報戰 特種戰 再加上正面戰場的 這樣一種戰爭 實際上它就擔心會不會出現 採取特種戰滲透到 蘇瓦烏基走廊 滲透到波蘭境內 搞破壞 搞突襲 為了應對瓦格納 那可能構成的威脅 波蘭已將一些原本 駐紮在西部的部隊 調往東部靠近白俄羅斯的 邊境地區 令人不解的是 為什麼僅僅100人的瓦格納兵 卻讓波蘭這個擁有 超過17萬現役軍人的 中歐強國如臨大敵 其實這部分是 瓦格納集團的精華 我覺得這個後面 還不僅僅是看數量的問題 一個方面我們知道它能打 還有一個就是 瓦格納集團在白俄羅斯期間 其實它進行了大量的 比如說以它為主 來培訓白俄羅斯方面的 作戰人員 尤其是涉及到一些 特種作戰的這樣一些部分 同時雙方還展開了聯合演練 此前的一次聯合演練 據說距離波蘭和白俄羅斯邊界 只有5公里左右 瓦格納戰士如果是對於 波蘭境內的一些 目標進行突襲的話 它代表誰呢 是代表國家 還是一種軍事組織 來單獨承擔其國際責任 很顯然有點模糊 這筆帳跪到誰頭上 跪在俄羅斯頭上很難 跪在白俄羅斯上 白俄羅斯我已經控制他 我管他 不讓他出去打架 就像一個挑逼的孩子一樣 就像父母 我管不了他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時刻 那麼波蘭現在吵出這樣一個事 它主要還是要提醒北約 要準備應對瓦格納集團 根據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款 在歐洲或北美 對一個或多個北約成員國的 武裝襲擊 應被視為對整個北約的襲擊 並應得到該集團各成員國的回應 包括使用武力 瓦格納在波蘭邊境的異動 會觸發北約防禦條款嗎 因為我們知道瓦格納和 俄羅斯政府和普京總統關係 這個已經是世人皆知了 在6月份 瓦格納集團部分人員 進入白俄羅斯以後 當時北約秘書長 史特爾陳貝格 第一時間就有一個表態 就是北約會密切關注 瓦格納集團在白俄羅斯動向 而且隨時會 根據他的共同防禦做出反應 不管是波蘭總統杜達還是總理 都認為應該北約現在下場入手 美國說你不能下場 你不能進入到俄羅斯戰場上 不能直接跟俄羅斯俄軍進行面對面對 那就等於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是拜登總統反覆強調的一個問題 拜登非常清楚 不是說要為波蘭打仗 也不是說要為烏克蘭打仗 他更多的是自己的考慮 如果瓦格納雇傭兵真的在 蘇瓦烏基走廊發動襲擊 北約成員國是否會群起工之 目前我們不得而知 但瓦格納身後的大佬們 是否主導了這次 在蘇瓦烏基走廊的行為 背後的謀劃顯而易見 肯定是白俄羅斯和俄羅斯默許的 那麼也爭得了這兩個國家的同意 否則的話 按照之前瓦格納集團和白俄羅斯 這個政府達成的協議來說 不能亂動 你到我去 我給你畫一塊地方 你安應砸在 僅此而已 白俄羅斯現在逐漸地成為了 俄羅斯在應對烏克蘭危機的時候的 一個側翼 或者說一個新的戰略眾生 波蘭已經明確 如果瓦格納有任何移動 將立刻關閉與白俄的邊境線 自從俄羅斯戰爭爆發以來 與烏克蘭接壤的波蘭 就一直扮演著一個 急先鋒的前線國家 波蘭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費用 已達到30億歐元 同時 波蘭不僅接納了 從烏克蘭逃離的 600多萬難民中的350萬 還是美國與北約國家 向烏軍提供武器裝備的 最主要的集散地與運輸線 日前接連訪問基輔的 一大批各國領導人 也都是借到波蘭入境烏克蘭的 無論是從近期以來 波蘭兩國的互動 包括波蘭在 無論是在歐盟內部 還是在北約內部 在不遺餘力地推動 要讓烏克蘭盡快地 進入西方軌道方面 那在這樣的背景下 烏克蘭今後受到最大的影響 或者說它最大的依託是誰呢 是波蘭 因為波蘭和烏克蘭的關係 就是純亡齒寒的 這樣一種關係 如果烏克蘭頂不住的話 波蘭會面臨更嚴重 更嚴峻的安全壓力 而且甚至有說過 很多東歐國家都在說 如果烏克蘭輸掉了 這場戰爭的話 那麼俄羅斯就有可能複製 在烏克蘭的這種做法 以保護僑民 甚至是維護什麼所謂的 俄羅斯帝國的 這個傳統的勢力範圍 等為藉口向更多的國家伸手 使更多的國家陷入這樣一種 安全壓力和安全維新之處 一方面 波蘭在盡其所能 給予烏克蘭最大支持 另一方面 波蘭也在毫不掩飾地反抗俄羅斯 拆除全國各地的 蘇軍陣亡紀念碑 強行封鎖了俄羅斯駐波蘭大使館開設的學校 往俄羅斯駐波蘭的大使臉上 潑紅色顏料 波蘭總統杜達還宣布 未來波蘭和烏克蘭之間將不存在邊界 波蘭黨政軍重頭人物 甚至還提出建立波蘭-烏克蘭聯盟共和國 波蘭與烏克蘭西部地區 應該合併成一個國家 普京直接指出 波蘭抑鬱干預烏克蘭衝突 只是在觸遇烏克蘭的領土 其實就是說一旦需要的話 你烏克蘭你拿不出錢來 我給你提供那麼多軍事員 都給你做成那麼大犧牲 那麼你切塊地給我 就各地賠款那種邏輯 又重新出現在波蘭領導人腦子當中 而波蘭也知道美國也不是這麼無私地向烏克蘭提供方法面的援助 包括向它提供武器裝備的援助 而且現在我們看到美國的公司已經開始接手烏克蘭的國有公司了 已經開始準備從那個地方分割戰爭的紅利了 這個時候波蘭當然也願意分一杯羹了 也不願意站在邊了 那麼將來在分割烏克蘭的時候 他也會在談判桌上跟美國說一下 就是說當年 當時的話 我也是給烏克蘭提供大量援助的 那麼你要不要切塊地方給我 外界對於波蘭野心的猜測不絕遠 而讓波蘭和烏克蘭產生裂痕的 遠不止於此 近日 波乌盟友關係急轉直下 波蘭一位議員發文 用厚言無恥形容烏克蘭總統辦公室顧問 說烏克蘭精英的旺恩賦義達到了新的水平 此前 澤連斯基就被指不懂感恩 兩國甚至互召大使 波蘭為何與烏克蘭的關係也出現了危機呢 雙方因為農產品貿易糾紛 而產生了一些外交上的麻煩 去年5月份 歐盟為了對烏克蘭進行救濟 特別是在黑海農產品外運出現困難的時候 歐盟取消了對烏克蘭的農產品進口配額 並且實行零關稅 那麼大量的廉價的烏克蘭農產品 進入歐盟市場以後 嚴重衝擊了中東歐國家的農民的利益 因此去年的歐盟實際上做了一個妥協 就是限制烏克蘭的農產品到今年9月份 但這個限制措施是一種民視性措施 到今年9月份這個限制措施就到期了 但是波蘭政府明確說 即便9月份歐盟的政策已經到期了 但是波蘭仍然會繼續對烏克蘭農產品 進行數量上的限制 配額上的限制 烏克蘭總理施米加爾表示 波蘭在糧食問題上的立場不友好 且民粹主義 而波蘭總統外交政策顧問普日達其子認為 烏克蘭應該感謝波蘭為他所做的一切 8月1日 因波蘭官員表態引發爭議 波烏兩國均召見了對方國家的大使 說白了就是波蘭跟烏克蘭在安全上是盟友 在經濟上是競爭對手 雙方從國內政治的角度出發 要保護本國的農產品市場 來爭取農民對其本政黨本政府的支持 因爲我們都知道波蘭明年可能要面臨著國內選舉的問題 因此我們看到波蘭政府在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問題上十分強 當然烏克蘭那些對波蘭的保護市場的舉措 反應十分強烈 激烈地批評波蘭的做法 所以波蘭人就說烏克蘭人不懂得感恩 因此引發兩國的外交上的口水戰 眼看矛盾嚴重激化 兩國的口水戰還要繼續發酵時 澤連斯基按納不住發生了 那麼烏克蘭也同時認識到了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我們看到澤連斯基總統已經開始出面救火 就在社交媒體上公開地對波蘭表示感謝 並且認為農產品貿易只是一些小的差距 不會影響到兩國在戰略層面的合作 波蘭跟烏克蘭是在安全上絕對的是戰略夥伴 他們面臨的共同的問題 就是俄羅斯的安全上的壓力 波蘭的怨氣並未消減 更讓波蘭憤怒的是 烏克蘭官員並未因澤連斯基的表態而罷口 8月7日 俄羅斯媒體稱 烏克蘭高級駐守 預測烏克蘭和波蘭之間的友誼 只會持續到俄烏冲突結束 之後烏克蘭和波蘭將會相互競爭 波蘭一位極右翼議員則發文稱 我們將與烏克蘭開戰 波蘭客觀上與烏克蘭存在利益衝突 它將從貿易戰開始 波蘭何以如此自威 又將如何捍衛此身呢 波蘭也曾遇到過類似的局面 被德意志人和俄羅斯人夾在中間 沒有絲毫地安穩可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 波蘭並沒有參戰 因為在戰爭爆發前 波蘭已經被俄羅斯帝國吞併 在世界地圖上消失了百年之久 那波蘭呢 確實是歷史上曾經三次 被這個周邊的帝國瓜分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期呢 那個納粹德國和蘇聯呢 又簽署過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可以說呢 波蘭仇俄情緒是歐洲最嚴重的 實際上波蘭它本身這個民族啊 我覺得它速度被滅國 要重新建國 足以建的這個國家對安全上 特別敏感 對維護國家獨立 保證自己的領土安全 是這個非常的焦慮 瓦格納在波蘭和白俄羅斯的 邊境線上的動靜 直接刺激了波蘭向來 在安全需求上的軟肋 波蘭也藉機推波助瀾 大肆渲染安全危機 歷史上就是這個白俄羅斯 獨立之後吧 就是特別冷戰結束以後 沒有太大的矛盾 沒有根本厲害的衝突 其實這個仇呢 波蘭人是記在了俄羅斯頭上 但是俄羅斯跟白俄羅斯 又走得非常近 現在又成了那個親密無間的戰友 特別在安全領域的合作 非常的緊密 那麼波蘭呢 也把白俄羅斯當作 跟俄羅斯一樣叫一個敵人 他就現在把反俄 把反對白俄羅斯 成了他的對外政策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機軸往前推 不但是煽風電話 你得往上衝 你得報仇 現在的烏克蘭危機 對於波蘭來說 既是一次實實在在的 這個所謂的風險 但是同時 我覺得波蘭方面也正在做準備 他是有信心 或者說他是有意願 要把這一場危機 轉化為對他有利的機遇 在俄烏衝突爆發後不久 波蘭就提出了 他未來的軍備發展計劃 而當瓦格納兵 從白俄靠近波蘭邊境後 7月28日 波蘭國防部長布瓦什夏克 宣佈將波蘭現役軍人人數 從17.2萬人增加至30萬人 波蘭還計劃將國防開支 增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 他對自身的軍費增長的目標 已經遠遠超過北約所規定的 所謂的佔GDP2%的水平 換句話說是已經翻倍了 而且他以此要做榜樣 他要號召其他的周邊的國家 要和他一樣去提升軍費 還有一個動向就是 很快地去和美國進行合作 而且我們看到 其實加強和美國的軍事合作 是近些年來波蘭一貫的 一個在安全上的目標 一系列的擴軍備戰 以及積極邀請美國 在其境內設立常設的軍事基地 就是要打造東歐地區 對俄的軍事上的橋頭堡 預防俄烏衡衝突外移到波蘭 我們都知道 俄烏衡衝突現在前景不定 特別是烏坎 未必有把握能夠打敗俄羅斯 所以波蘭也在做各種極端的準備 慷慨的波蘭給烏克蘭援助了大量武器 今年年初 波蘭表示 隊伍武器援助規模排第二 僅次於美國 另一方面 波蘭總統杜達表示 波蘭向烏克蘭提供大量武器的同時 消耗了波蘭的武器準備 波蘭希望能得到北約的支持 尤其是從美國和德國 獲得大量新式武器來填補本國的空缺 將老裝備轉移給烏克蘭 然後騰出手來 然後購買新的裝備 波蘭之所以加速地進行國防現代化 就是要將裝備 現役的裝備 先淘汰轉移給烏克蘭 讓烏克蘭能夠防得住 堅持住 然後他就通過購買更多的先進裝備 與西方國家 與美國進行利益上的捆綁 波蘭開始了一系列的採購行動 以確保其軍隊威力的增強 波蘭與韓國達成137億美元的 軍火交易 同時他還向美國購買了大量的軍備 250輛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 96架美國阿帕奇武裝直升機 以及468套海馬斯多管 火箭炮系統 此外 波蘭還從瑞典購買了 兩架薩伯340預警機 近日 波蘭裝備局 與國防工業公司聯合體 簽署了一份價值約 1.15億歐元的合同 計劃採購24台猴麵包樹布雷車 於2026年至2028年間交付 可以想像 擁有如此龐大的坦克 火炮和火箭炮系統 波蘭的陸軍火力 將超過英法德意的總和 波蘭有一種在中歐地區做大的 這種野心 其實它現在已經成為了中歐地區的 一個大國 它就認為還要繼續做大 所以就把大量的保護費 通過買軍品的形式轉移到了 華爾街 包括軍工負荷體的口袋裡面 這個時候軍工負荷體倒過頭來 就告訴拜登 你不能當波蘭出現 面對威脅的時候 你不能不管 由於歷史紛爭 時刻聚安思危的波蘭 近些年一直在向美國尋求幫助 2018年的時候 波蘭總統杜達訪問白宮 有一張很知名的照片 就是杜達攻得深的 站在特朗普總統身邊 而且提出了一個很奇葩的要求 就是說 現在德國不想讓美國大兵在這住的 那怎麼辦 那我給你搞一個大的兵營 我出十億美元 而且這個兵營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叫特朗普保 因為我們都知道 特朗普是搞建築的 它是一個承包商 它在世界各地搞特朗普大廈 那麼如果說在波蘭 波蘭政府給了它十億美元 又建立一個特朗普保 那這個你可以看出來 波蘭領導人的用心 而且隨後我們看到 波蘭的立法機構 波蘭的議會 也通過了這個計劃 所以你看 波蘭其實就心心念念地 想著拉住北約 特別是拉住美國 為它的安全 為它的地區做大 提供支撐 除了大幅度擴軍 採購武器 請求美方在波蘭建立軍事基地 慌張的波蘭還公開提出 鑒於俄羅斯在白俄羅斯 部署戰術核武器 波蘭願意加入 北約國家核交換計劃 希望在波蘭領土上 部署核武器以應對 我們都知道波蘭跟白俄羅斯比零 可以說幾百公里 這麼個距離 戰術核武器 它對波蘭而言 幾乎沒有什麼反應的時間 用伊斯坎德爾M 戰術導彈發射 戰術核武器的話 可能也就二三十分鐘 甚至更短的時間 就到達了華沙 所以對波蘭而言 一旦它的邊界 出現了這個戰術核武器 那它就需要做安全上的對沖 它就要求美國 與其實現進行核攻項 美國在土耳其 意大利 比利時 德國 荷蘭這五個亞歐國家 部署了約150枚核彈頭 波蘭如願會成為其中之一嗎 但是我們看到在第一時間 美國的反應也非常來人尋味 美國並沒有說 因為我們關係不錯 然後你對我又表現得很忠心 所以我就願意和你分享核武器 即便是在龍戰時期 在當時的蘇聯和當時的華越 和北越兩大集團對抗的情況下 在中東也沒有部署核武器 美國願不願意帶著北越 其他成員國跟俄羅斯 這樣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來拼命 我想回答是否定的 或者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它怎麼可能跟俄羅斯去拼一下呢 北約現在也就是虛張聲勢 31個成員國能夠跟俄羅斯 這個玩到最後嗎 不可以 8月1日 波蘭指責兩架白俄羅斯直升機 低空侵入波方領空 但白俄羅斯方面反駁了波蘭的指控 8月7日 白俄羅斯在比林波蘭 與立陶宛的邊境地區舉行軍演 演習內容包括無人機的使用 坦克與機械化步兵等 其他兵種的協同 白俄指出這些演習項目 都是根據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的 經驗設置的 8月8日 波蘭再次宣佈向波白邊境 增派1000名士兵 波蘭和白俄羅斯的爭端 正在迅速升級 如果是白俄羅斯跟波蘭 發生衝突的話 那麼實際上就意味著是 俄白軍事聯盟 與北約集團發生衝突 這個風險幾乎是不可控的 戰爭是歐洲跨境疆界的一支筆 而這支筆來說的話 誰的前途大 誰就可以獲得更多的領土 更多的勢力範圍 其實我們看到前兩天 普京也講了 不要忘記 你在二戰結束的時候 正是我們的史達林 把波蘭現在西南部地區的 大約有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劃給了你 你應該感謝俄羅斯 感謝前蘇聯 你現在成了反俄的先鋒 顯然是說不過去的 所以普京老講歷史 他講歷史的目的 不是說他要學習歷史 他就是警告波蘭 你這樣一個國家 在歷史上 三次比沒有國的國家 你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北約 再給你提供的一個集體的防禦 但是美國靠得住靠不住 這是一個大大的問題 俄烏和談還千頭萬序 不知從何突破 如果像波蘭這樣的北約國家 果真遭到瓦格納和俄白聯盟的 襲擊 那麼就真的是火上澆油 局勢滑向萬劫不復了 面對東歐局勢的緊張 連美國白宮的發言人都表示 沒有看到瓦格納對波蘭 或者北約構成威脅 但如果戰事久脫不絕 那麼俄羅斯和北約 直接衝突的風險 就難免會加速上升 感謝收看今天的華潤鳳凡聚焦 我是陳琳 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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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